咦 春花 你怎么样啊 你可醒啊 来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好些了吗 秋夜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上医生 菲儿小姐那边 有什么消息吗 据我所知 林牧曾经向菲儿逼过婚 她应该很喜欢菲儿 菲儿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你不必为这个事情担心 不过 秋月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 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啊 秋月 你妹妹 恐怕以后不能再生欲了 你确定吗 是的 锦上医生 你一定要救救她 春花十分可怜 她以前有过一个孩子 但已经没了 如果现在 让她知道自己不能再生了 她怎么活呀 秋月 我实在无能为力 对不起 不过 菲儿的事情 我倒可以尽量帮你 那我先走了 哦 谢谢 来 再见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是这么卑鄙吗 你卑鄙不卑鄙 我不知道 不过你要想抓鱼 就得到河边去 如果你要想抓李子健 你就去阴曹地府吧 你是说李子健死了 难道这不是你的杰作吗 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 叫眼见为实 只要没有见到李子健的尸体 我就认为他还活着 谢谢你 不过我也真的希望李子健还活着 就算李子健死了 那么当年 救你逃出上海的人 应该还都活着吧 他们这次 也一定会救你出去 是吧 他们不是共产党 你不要为难他们 是吗 我倒要看看 他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尔顺 墙子呢 墙子哥 尔顺 船备好了吗 备好了 行 那你在码头等我 呃 墙子 秋月不是去找景商大夫了吗 是啊 景商收通了陵墓 把菲儿小姐放了 那咱们就不用在这儿救人了吗 我现在是怕景商去了也没用 不过她才能保证菲儿小姐的安全 那鸡刹队到处都是日本兵 弄不好再把你的命搭上 就是 这我已经管不了了 菲儿小姐是我带出来的 我一定要把她救出来 对了阿兄 钱呢 哦 这儿 给 这你拿着在路上用 你收好 记住 如果没有我的消息 绝对不能离开码头 好 行 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阿兄 哎 进来 黎姆君 是锦商君 来 请 老同学 好久不见了 来喝杯酒吧 我不喝 黎姆君 你我是老同学 我要劝你一句 你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你怎么能为了自己的私人感情 把严家大小姐弄到这里来呢 老同学 看来你一点都不了解我 我会仅仅为了我自己的感情去抢一个中国女人吗 那 那就是为了战争 准确地说 我为了天皇的圣战 好 黎姆君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说 大日本是最强的国家 而他们 是烈的民族 那么为什么 我们和他们打了七年度的仗 我们不但没有打胜他们 反倒逼得我们 直接败退呢 金商君 我不希望你在这里散布这样的言论 不管是战败 还是战胜 为了天皇的圣战 为了大东亚的共荣 我都将勇敢的战斗到底 黎姆君 发动不义的战争 侵略平民 这就是所谓的共荣吗 如果你不害怕的话 你又怎么会独自听这种音乐的 黎姆君 你不觉得 在这个院子里面 每天晚上 都有鬼魂在漂浮吗 金商君 为了大东亚的共荣 和天皇的圣战 就是死再多的人 也是值得的 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大和民走 早晚有一天 会回在你们手里 好 好 好了 别哭了 别哭了 老爷太太 景商先生来了 先生您请 原太太 来 谢谢了谢谢了 景商先生 谢谢了 严先生不必客气 怎么样 怎么样 非常抱歉 我没能把严小姐 带回来 不过你们也不必太着急 也着急 因为林木抓严小姐 并不是为了当初求婚的事 而是想通过严小姐 诱补共产党 又补 对 那 废儿赛她那时间一长了 林木不知道会对她做些什么呀 是啊 所以我建议严先生 立刻联系商会同仁 明天 雷明上出警备司令部 我明天也去警备司令部 说明情况 咱们 把这件事情弄得满城风雨 那么 林木就不得不放人 好的 我马上就去办 太君 来 再来 谢谢 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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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强子呢 强子 熊悦 强子 强子 没事了 没事了 强子哥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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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啊 走啊 不会走啊 突然啊 闺子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你还记得他怎么死的吗 就为了让日本人 不欺负那些婊子 就要日本人给一刀劈死了 我那个干姐 好样的 不像现在上海有些人 看到我胡文林倒霉了 我让他们到陵墓那帮我说些好话 都懒得理我呀 反正他们都那样 这人哪 枪头草 跟风 那你呢 我不会 我不敢 好 胡言 不敢 我 不敢 不敢 我 不敢 不敢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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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郡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太郡 太郡 汪二姐呀 坐绣楼啊 等着我这个赖历头啊 不问林的房子 这房子我早就看上了 真不错 这里边的房子我怎么没去过啊 这是什么 哥几个 胡文林这个王八蛋的房子还真是漂亮 是 大哥 就是啊 大哥 是 胡爷的房子就是漂亮 胡爷 你说什么呢你 说什么呢你 什么胡爷 借好了啊 这地方已经归我了 是 是 什么胡爷 小 别给我踩地毯 别给我踩地毯 不踩不踩不踩 你们在那站着傻站着 你们给我找女人啊 是 是 女人 春花姐 阿秀 你好点了吗 好多了 阿秀 秋月姐和我哥怎么样了 你快说啊 这两天也没来看我 他们 哎呀 到底怎么样了 你快说呀 江子哥把林木杀了 救走了飞儿 现在秋月姐和胡文林 严老板都被抓了 就连义欣和康乐都被封了 你的家 也背来离头给霸占了 中花姐你没事吧 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上海 说不定 那里头为了霸占你家的家产 连你也要关起来 这个死亡八蛋 胡爷出来一定饶不了他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了 我们现在要赶快收拾东西 马上回乡下 晚了就怕来不及了 好 我们走 谁要是见了小鬼子腿发转 老子第一个崩了他 报告长官 河边发现一人是活的 走 带过来看看 带过来 墙子 快 台湖银帝 快 快点 走 行 行 弧处 弧阳 弧架是架子够大的呀 弧阳 来 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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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您眼里我屁都不是 太君在这 你把太君当成什么了 太君 胡先生 听说你在这里一直很不安分 到处说你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那我以前为大日本帝国效力 我是忠心耿耿啊 陵墓太君死了以后 你好像说过 反对大日本帝国的话吧 我 胡爷 好汉做事好汉当 这可不是您胡爷的作派 赖厘头 你这是吃里扒外呀 太君 你看到了吧 我没说错吧 好 我今天逮了你 放这 哎呀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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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 哎呀 你们不是人 啊 哈哈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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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强子 醒了啊 怎么样 恢复了没有 真没想到啊 咱们俩会以这种方式再见面 咱们兄弟还说这个吗 怎么样 早几年劝你加入国军 那时候呢 你舍不得秋月 现在 不还是撞到我们国军的队伍里来了吗 没办法 咱们俩的缘分嘛 咱们俩的缘分 这回 愿不愿意跟着我干 说实话 你救了我我应该谢谢你 不过 你看啊 现在 国难当头 上海你又回不去 我这个人是念兄弟交情的 跟着我 打小日本吧 你们现在在打小日本啊 国难当头 是个有血性的人 都应该站出来 行 我先回趟乡下 跟我爹说一声 好 万事孝为贤嘛 对了 以前那帮兄弟 不行也拉来吧 对 我这里啊 正缺边 早就想拉他们过来 就是没时间 咱们那帮兄弟 现在还剩多少 就剩十几个了 好 能拉来的 都拉来 我先啊 给你个牌掌干 你说啊 以前你也想 拉我当你的手下 现在呢 成真的了 天意啊 不要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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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雷 快点 出雷 走 走 走 快点 出雷 走 老大 包玛丽 瞧这谁来了 怎么的 我听说 你把胡叶给整进去了 你现在是来 想把胡叶的财产 都给霸占了 对 我还想霸占春花老板娘呢 可惜她走了 还好 你还在 少跟我来这套 我跟你有什么 胡叶平时对我不报 我可不能忘恩负义 呸 知恩图报 你和我在胡闻林面前 就像一条狗 你 你想啊 自她春花回来以后 人家理过你吗 再说了 胡闻林她被抓进去了 就永远出不来了 出来了 人家两口子过日子 有你的好吗 还是跟我吧 滚 屋子 怎么着 我 坐下 嗯 你说我 你 呦 现在上海市一点消息也没有 早知道是这样 当时应该让秋月跟着飞儿一起走 哥 要不你想办法留下别走了 那怎么能行呢 我既然已经答应将胡子穿上了这身军装 就不能反悔 再说了 我那帮弟兄都跟着我当了兵 总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吧 上海的事 你先替我瞒着咱爹和秋月他爹 等我到了新的驻地再去打听 待在这乡下真没意思 没意思也得待着 上海回不去了 如果秋月能平安 他会派人来乡下找你的 上海我已经不想了 上海还有什么呀 春花儿 哥 对不起你 害你受了那么大的伤害 不过呢 你放心 我将来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不会让你再受伤害了 哥 只要你没事 我就开心 日本天皇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我会让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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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会让你帮我我 好 太太 太太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放声 慢点 这些年 他就像我的七兄弟一样 总是站在咱们身边 怎么就这么走了 九月 天晚了 咱们回去吧 让我再陪陪阿忠吧 阿忠 阿忠 一直都没来得及问你 菲尔怎么样 我们找到了新四君 他们了解了情况以后啊 菲尔留下参军了 那强子呢 他没有去找你们吗 没有啊 何老伯 没事吧 您咳嗽怎么还没好啊 请医生给您看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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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月 你也别太着急了 枪子肯定 肯定 何老伯 肯定是没回上海 等事情过去了 他肯定 会烧信给你的 何老伯 何老伯 您是不是受寒了 要不早点歇着吧 咱们都早点歇着吧 对 大家都 都歇着吧 好 走 慢点啊 慢点啊 没事 秋月 上次啊 答应帮我们打听李先生下落的那个军官说 李先生啊 有消息了 是 紫剑 不是说他早就 没有 没有 你想啊 对我那么大 同名同姓的又那么多 听这位军官说 他虽然没有亲自见到李先生 但是他说 淮北有一个人特别像他 淮北 怀北 怀北 子剑是不是还活着 我已经不抱希望了 但是强子现在在哪儿呢 我会不会有事 丑月 别担心 以强子的身手和水性 我想他肯定不会有事的 现在上海和乡下 联系不上 等明天一早 我去趟乡下 一定把强子的消息打听出来 我 丑月 此次上海之行 多次劳烦你和强子 为我们承担风险 对你们的无私相助 我深必要感谢 在此国家危难之际 你们的抗日爱国大义 令我们感动和敬佩 此次上海相见匆匆 愿多保重 待国家光复之日 我们能再次相聚 没关系 你等他 我等你 我等你 什么时候彻底把他忘了 等你想开开心心地嫁人了 我就开始操板 咱们俩的婚事 zooming работ不知道 为什么 散 看 请上医生 求悦 杨老板 严太太 请上医生 我们来送送你 各位 对不起了 我知道 日本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作为一个日本人 我感到 十分愧疚 别这样说 我们都是老百姓 百姓心目中 都是希望和平的 而且这么多年了 你一直都在帮助我们 我们是永远都不会忘记你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秋月 杨老板 严太太 再见了 再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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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永远记住 我会永远记住 那我会永远记住 你永远记住 我会永远记住 我还永远记住 我会永远记住 我会永远记住 你永远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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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老百姓 就什么也跟上医生 我来里边坐 去去去去 跟日本人合作给抓起来了 跟日本人混没有好下场 哎 既然进来了 听起来呢 是个大物啊 我跟日本人合作的 你怎么样 还好吗 都是我不好 是我害了你 一家人不说这种话 秋月姐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我跟你说 我哥也好好的 你有你哥的消息 他在哪儿 他受伤了 后来被国军的一个团长给救了 你知道吗 他带着他的弟兄们都参加了国军 现在还是排长呢 真的 你知道吗 你肯定猜不到 那个国军的团长是谁 江胡子 真的 这也太巧了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啊 这仗打完了 该回来了吧 他们去了江西 他这一段时间呢 得不到上海的消息 快急死了 我也急死了 不过现在可好了 有消息就好 是啊 何老伯 老伯 怎么了 何老伯 回来就好 何老伯 回来就好 何老伯 你怎么下楼了 身体好点吗 不要紧 不要紧 二顺 二顺 你快到街上 去买点卤肉 再买点酒 今天咱们大家要热闹热 好好好 我不用钱 不用 拿着拿着 好好好 何老伯 药间好了 来喝吧 小心烫啊 小心烫 春花 你回来就好 我看见你们在一块 我是心里头 别提多高兴了 别提多高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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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